不乐观 以前不锻炼吧 小病拖成大病 大病拖成绝症 以后想吃啥就吃啥 妈 手机被着落了 自己又得了绝症 天是要绝我呀 喂 你这非要死哪儿去了 饭也不做 弟也不脱 下点活全被干 跑哪儿去了 我得了癌症 还是晚期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赶紧回来啊 青少 夜晨都回来了 我就是要让夜晨 看着我们做 你们 为什么背叛三年 我对你百般堂碍 当牛坐马的伺候 你为什么背着我 跟别人呢 当牛坐马 那都是废物干的事情吧 我们女人想要的 永远不止这些 那你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的 你永远都给不了 看着我这个手镯了吗 十几万 七少给我买的 还有你呢 没钱 没权 你有什么资格做的 要不是看在你 每月上交工资卡的份上 我早就要把你踹了 只有青少 才是我的良配 你一直在骗我 听说 你这得了癌症了 马上就要死了 哎 这我得好好谢谢 谢谢你 你忍着三年没听清楚 一下你让我拿个一息 谢 西门清 王八蛋 干 是 你让他叫我回来 当面侮辱我的事吗 是又怎么样啊 叶辰 你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你不是喊吗 多硬紧啊 我就想盗着你的面 我狠狠地羞辱 我再让你看看 你的静 到底有多伤 讨厌啊 青少 开个玩笑 对了 还有一声我告诉你 你那宝单上的瓶子呀 被我偷偷改了个名 现在受益人 变成我俩了 我呀 现在老盼着你跟你一帮 你早点死 啊 叶辰 我他妈我弄死你 叶家喜 启传成 神鸿献 济世人 我乃仙祖 叶清帝 欧贝叶辰 接我传承 党守我祖旭 玄乎济世 行一天限 我记得被西门牵尾打 然后丢出门外 现在是呢 难道是在做梦呢 你怎么了 你是 我看你躺在路上 没有人管 就把你送来了医院 奇怪的是 你明明受了很严重的伤 医生却说你没有事情 莫非是因为那个梦境 山 一 命 向 我 传承 新祖纯承 看来之前并非梦境 看来之前并非梦境 我的眼睛竟然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这些事物 这真是 真是 简直太火爆了 真是 看够了吗 原来传承是真的 有了这本事 看谁还敢欺负 苏总 这家们到了 既然你没事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救我命 高曾说过 要多做膳食 才能度人度计 可好人没好报啊 不然您身上的病 怎么会治不好呢 该死的老天 不许胡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早就不抱任何希望 或许 这就是命吧 那个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 你就不必知道了 你我萍水相逢 或许以后 也没有机会再见 等等 你的病 我能治的 糟了 昏迷了一个晚上 母亲等着我救命了 护士 一包饮针 谢谢 死了 怪你儿子废物 十万块都没有 一家的穷衣 只能等死了 送开病间 是 妈 你干什么 你妈都已经死了 说什么 我妈都没死 你瞎折腾什么呀 有那孝心 照拿十万块呀 现在人没了 你装给谁看呢 是啊 这小伙子也太不孝顺了 说不定啊 还开局多 搞什么 咱们不够不定呢 我最看不起的 就这种人 你听到没有啊 我警告你啊 这里是医院 容不得你放肆 赶紧抽个十万块 领着你妈的身体 给我滚出去 赶紧把它拉开 滚 滚 你还敢动手 你是失心疯了吧 都能干什么 还不赶紧把事情拉走啊 撑什么呢 鬼爷还在里面抢救 出了什么事 你们负得起责任啊 对不住啊 顾小姐 这有个神经病 拿个破针在这乱扎 谁啊 病人啊 死了都不得安生 你个庸医 胡说什么 我们还活着 活着 我说死了就死了 他让他搏过来 我这主人的天 给你当 这怎么可能 妈 您终于醒了 儿子 这是哪儿啊 气死回事 快 病人不能自主呼吸了 快抢救 爸 爸 休息了 爸 爷爷 怎么办 怎么办 对了 他应该能救爷爷 医药费 十万八千八 不洁清 休想走 妈 这么多钱呢 那当然了 ICU病房 论小时收费的 再加上抢救费 医药费 就这么多钱 赶紧交钱 你这个畜生 也配当医生 儿子 别花这么当的户口 妈 他就是个黑心的医生 之前应让我 交十万块手续费 不给钱 就见死不救 刚才又误诊你死亡 现在就忽乱收费 净开一些没有用的药 连治疗艾滋病的药都有 还竟欺负老实人不懂 平日里还不知道坑了多少人 你这样子也没当医生 哎不要胡说八道啊 这些都是给你妈妈用的 赶紧交线 否则的话 老子送你们进局呢 我 啊 不要住手 住手 医药费 我欺罢付了 美女不能给 乱收费的 布小姐 你帮她干什么呀 她就是个臭属外卖的 快不要那么多了 我是顾梦涵 我爷爷为在担心 就你帮我去救救她 我是叶辰慧明 答应你的哎 哎住手 干什么 谁啊 爸 这是我请来救爷爷的 有刑医症吗 没有 不过 你没有刑医症 你不是大夫 那你乱动我爸 爸 你别太过分了 让他看一下怎么了 老头小子 你会看什么病啊 没有 好了 你来的正好 我一锤六点 听说归复了 就活了 太好了 神医啊 这老爷子身体有些挺惯的 挺怕 不要乱动 我求你 我女儿单纯 你要是打她的主意 是你女儿请我来的 你当我想来啊 好心当作驴肝肺 告辞 沙饼 我是治不灵 只能掉路一口气 什么 这 要想治好 除非找到一个人 谁 我来到路上 听说在医院 出现了一个 能七四回生的神医 就是她 被你们给赶跑了 什么 就刚刚赶跑那个人 是啊 我亲眼所见 她救过她的母亲 救她 怎么可能 那小子一看就出身贫寒 没人脉没背景的 也就能耍点小聪明 引起你的注意 孟寒 你可别被她骗了 毛都没齐 怎么可能是神医啊 你们真是想多了 我真是亲眼所见 好不容易赶紧 去不然你们赶跑了 孟寒 你不会喜欢她吧 我跟你说啊 我可不是容易 妈 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胡思乱想这些 行了行了 别吵了 孟寒 你妈说的对 一个穷毛头小子 能有什么真本事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言下最重要的 还是能找到真正的神医 不够礼遇 不想逆你们了 孟寒 还以为大户人家 都是知书达理 看来不过如此 书总的病啊 太罕见了 几十号专家都束手无策 要是治不好 麻烦解决大了 什么病这么难治 原来是没你到的 他的病 我能治 叶辰 这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啊 你在偷送外卖的 懂个屁治病啊 赶紧给我滚出去 原来是个送外卖的 装什么装呢 我就是想看苏总的高枝儿嘛 华装取宠 漂亮小宠 傻站着干什么 滚啊 说实话啊 不是针对你们各位 而是说 他的病 我能治 你们都不行 行就凭你 就凭你 连苏总的病情都不知道 凭什么治啊 苏总 生于北上 母胎之时 寒气入体 聚于此宫 凝腾寒冬 固耳心疼 先天寒冰 怎么样各位 对不对啊 是你 要见面 你是说 我的病你能治 当然 好 那就你来治 苏总 万万不可 他就是个臭送外卖的 是啊苏总 千万不可以啊 性命优天 您不能草率啊 那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怎么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 那你还不开始 苏总 脱衣服 什么 你这个无耻之徒 还以为你是真心替我治病 没想到你心怀不轨 我滚出去 苏总 您别误会 你的寒毒已经深入了心脉 欲结腹部 必须用龙衣推拿 才能将寒毒逼出来 绝不妥义 不好意思 从小到大 别说谈恋爱 我跟异性都少有接触 实在是难以接受 苏总 在医生眼里 只有病症 没有人 病情预发严重 再拖下去 迟早出事 好 那就开始吧 我的天呐 太尴尬了 浑身暖洋洋的 真舒适 请问我的病已经根治了吗 慢病需要慢医 周期一年一周一次方可全医 一年 岂不是要被他按很多次 但这种感觉似乎还不错 我知道了 没想到已经是这种高手 那我现在可以知道你的名字了吗 苏氏集团总裁 苏清雪 叶辰 叶辰 我决定聘请你为医学会会长 年薪百万 平时只需要挂眠即可 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找你 一下如何 听起来不错 我答应你 好 我马上向全球发布 神医即将现实的消息 学二桌 我将召开大会 当众宣布你的生日 好了 你出去吧 我要换衣服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先走了 这家伙 还是我二十多年来 第一个有身体接触 而不产生排斥的男性 真是令人琢磨不透 怎么了 废 就知道外女人 公司出大事了 怎么了这是 标签合作 被苏氏取消了 原因是 苏氏集团新人的一位医学会长 所有的合作重新棋牌 今天 是新领会的商人杂会 也是 你无计一切代价 全力靠我 心机就会长 让他去上合作 要不然 公司倒闭 就回家杨成去吧 爸 你就放心吧 一定搞定 爸 你疯了吗 秦家大少秦朗 是什么德行 整个杨成的人都知道 只要是他看上了女人 就算是初中生 他也下了去手 这样的人渣 你怎么能让我嫁给他呢 孟韩 自从你爷爷生病以后 我们顾家的地位一落千丈 现在 只能找到那位神医 才能救你爷爷 可那位神医 实在是太神病了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近他 是啊 孟韩 而秦家人脉更胜 或许会有办法呢 不要 还不想结婚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此事 能不能你再去做 可是那帮已经结婚了 难道你们要我 你爷爷最疼你了 难道你忍心看他去死吗 对了你 我换到你 这就对了吗 谁能求救我 我是叶辰会没答应你的 不知道他不会来啊 孟韩 你还主要那个骗你呢 就是 现在只有秦少才能救你爷爷 爸 王傅 伯母 今天啊 给你们介绍三位重量级别的大人 这位 西岸审医 伊丽莎白小姐 还有这位 樱花审医 小日郎大人 以及这位 泡菜审医 韩大棒大人 要不是杨成审医 今天要来参加宴会 就凭你们这些小人 哪有机会来参见我 小日郎大人 您说的是啊 伯父伯母 这三位啊 那可都是国一级别的顶尖人物啊 更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能同时会起 这三位绝世神医 那可真是 三生有幸啊 国一 华陀贬倦级别的存在啊 是啊 这能见上这一面大人物 也算得说是祖坟冒清烟了 是啊 若是能受到医术指导 血点洗毛 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对啊 国人是一群小人物 经济之外 国一算什么 我们虽是东西安国一之手 上至王公 下至白祖 但是杨成审医 才是真正的女婿 没错 今天早上 杨成审医 现世 活性人 入外 七死回生 先后救活了一位中年妇女 和苏氏集团的宿总裁 我相信 她的事迹 马上就可以风动全球 真经世界 这等 恢复神功的手段 才是真正的医术 自然毕竟在现代医学方面有极高的造语 我要拜她为大哥 学习真正的威力 以我推断 她的艺术应该是来源于我大英华的商杂论 待会见到她 我一定要拜她为干爹 干爷爷也是可以的 你们两个不要再争了 她用的肯定是我们泡菜国宇宙级的针灸艺术 我要拜她为老祖宗 给她端茶倒水 安前马后端西角水 只要能让我学到真正的医术 天哪 这样的人物都甘愿给羊成神医当孙子 西角水 那这羊成神医得多恐怖多牛逼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太宠拜了 要是能求他看病就好了 这羊成神医真是太枪手了 他来到之后我可得好好抱紧他大腿 叶晨 叶晨哥哥 你终于来了 叶晨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这种高档的场所岂是你能来的地方 我看你是送外卖混进来的吧 此人穷生奸计 最善于撒谎 就是为了潘高枝 没错 我就是叶晨前妻 他就是个穷屌丝 没事跑着宴会一听来 就是为了找富婆 当小白脸 原来你真是骗子 你个废物 跟我女儿端西角水都不够 还想用一门诡计骗我女儿 你看你穿这身穷酸的样子 就赶来泡我的孟涵妹妹 赶紧给我滚 孟涵妹妹 岂是你这种垃圾配得上的 收起你刀在上 我为什么来跟你们 有半毛钱的关系 还有你们搞不清楚状况 我是看在你女儿的面子上 才答应救你父亲 你们一直阻止我 真是好金当的女肝肺 今天 如果再求我给她治病 我绝不得 这是天大的笑话呀 装成个假医生 就想骗走我的孟涵妹妹 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想双猜是吗 是真的 他真的会医术 医术 我看是龙医吧 龙医 那不得鞭子会科学吗 只有我们现代医学 才是最科学有效的 也不能这么学 龙医学位 是他们学艺不尽 毕竟门山之后 再无大下血统 我们樱花民族才是大下正宗 商甲论是我们的非礼 各项专利也是国际认证 正宗可查 你们就别再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李时珍 勉确 巴托 神龙氏 那可都是我们泡菜国的人 我们泡菜国的医术 宇宙第一 是是是 三位大人说的是 对 现代医学 樱花医学 泡菜医学 都是最强 对 只有龙医是垃圾 害人不浅 龙医本来就是江湖篇数 又算是华老 都学了几十年了 不还是治不好老爷子吗 我算是知道龙医为什么不行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帮败类 火黑 诋毁龙医 真是商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流畅后亭花 这简直就是旗帜大儒 这三个臭不拉击的臭血 你们竟然狂挺 是跪久了 站不起来了吗 叶哲 你家这闹事 是不是想害死我们一家啊 你小子 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们三个 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神医 所有达官显贵 都把我们奉入了上边的大人物 而且马上 我们就要拜扬城神医为师 我的医术 会再上一层楼 而你是一个破败过度的三角毛医生 甚至联系医症 都需要得到我们现代医学生证 和低层来记病妇 一个参加宴会 都还要靠送外卖 才能混进来的随物 现在我们得势 你试试 只要我们一句话 就能把你赶出去 甚至送你进大佬 没错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就凭你们 也还想拜我为老子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弱智的孙子 你找死 这种垃圾 用不着给他一般见识 让我们的小喽喽去收拾他 叶辰 你竟敢在大会上如此大放决死 还冒犯蛋 你完蛋了 叶辰啊 我是真不明白 你凭什么敢在大人物面前这么嚣张 顾家恐怕被你害死了 顾孟涵小姐对你那么的好 你对得其他吗 就是 你一个超是外卖的 你凭什么呀 凭什么 我告诉你凭什么 我就凭我就是龙医 就是杨诚神医 就凭这个大典 就是苏氏集团苏总裁为我而办 就凭你们心心念念 求爷爷告奶奶找的医学会长 即是我 而你们 没有资格败我 更没有资格赶我 龙医 是我国传下来的正统医学 不允许你们地务 叶辰 你好大的勾胆 没被邀请还敢混进 还敢对大人的不敬 还敢冒充 你是阳城神医 什么 混进来 假扮阳城神医 这可是苏氏集团举办的大会 谁敢斗胆报天啊 苏氏集团 全亲阳城 冒犯了苏总 可是要坐牢的呀 真是花天下之大机 叶辰 你说的话 你自己信吧 叶辰 你他妈要的两国啊 都已经这样了 还在这里派人哪 真是个疯子 真当自己是阳城神医 以为大人们都来拜你啊 来人 给我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 与许严调 哎呦喂 我的小日郎先生 这是怎么了 谁反了 敢对你不敬 叶辰哥哥 这话可不心乱说 要不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吧 这不大人 就是这小子 小子 你闯破了 等着接受审判吧 就不问问是非对错吗 当然是 我的错 都没调查就是错 我还用调查吗 在这里我说是你的错 就是你的错 有帮我还是很了解 他们身份珍贵 他们就是对的 而你身份卑贱 你就是错 我知道心里很憋屈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社会的现实 就这么霸道吗 当然 除非你的身份比他们尊贵 是医学会长 那我要告诉你 我就是医学会长 阁下该如何应对 女儿快回来 别跟他扯上关系 叶晨 你自己作词 别他们拉上我们顾家 叶晨哥哥 怎么有这些态 我就是医学会长 你信 我信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 我就是阳城神医 你给爷爷不就定 不错啊 女儿 你怎么能相信他呢 我这位子做的最错的事 就是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叶晨 你是不是抹中了 你说的要是真的 我就把孟涵嫁给你 叶晨 你闯大 你死定了 卧槽 你他妈你个熊角色 还敢骗我孟涵妹妹是吧 你是不是找死了你 文国兵父 入人太深 就凭你 你敢对我和阳城神医大人不敬 总部大人 快拿下他 害死的家伙 竟然敢以阳城老鼓的名义 照耀撞天 不足大人 马上打着他的头 要由神医大人发落 大人不成难口听话的废物 你可不懂的 苏总 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需要向您验证一下 叶晨说他是阳城神医 不知道这事 是真是假呀 这什么情况 这大点马上就要开始 苏总怎么可能允许别人破坏 当然是要求好算账 没错 看苏总的态度 他根本不是养成神医啊 小飞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人家苏总根本就不认识 叶晨 我国家台湾都被你害死了 女儿啊 你识人不明 你太糊涂了 可万一 叶晨哥哥是真的呢 苏总又没有说不是 你们怎么知道 我就不是医学会长 叶晨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强词多理 大下病夫 大言不惨 当我拜了老子为时候 可我灭了你这个丑丑 你这个废物 等死吧 我打断你的高腿 看你和怎么嘴硬 叶晨 你万死难逃其咎 我劝你啊 赶紧自杀谢罪 免得一会儿丢人现眼 等大会结束 打断全身骨头 扔进大脑处以激情 一群小丑 我等着看你们 过来求我的嘴铃 还死我这人 你真是无药可救 欢迎大家来参加此次大会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 医学会长登台 郑主终于要登台了 这位阳神郑主 究竟是谁呢 反正不可能是一群 是啊 马上就要原情地漏了 大哥你在哪儿 快出来 这次你说了我 我等不及了 干地 义父 你在哪儿啊 你老人家快出来啊 儿子给你磕头了 快收下儿子吧 教我这本事 老祖宗 你到哪儿快出来 我求求你 收下全身吧 我尿盆断得不错 你们这帮家伙 连断尿盆都不配 叶辰 不是叶辰你干什么呀你 人家叫的是医学会长 你去干嘛 骗子 倒什么乱 赶紧我滚下来 换账东西 干啥糊涂 医学会长 我说你这个废物 真把自己当成医学会长 还不赶紧滚下来 这小子纯属精神病啊 要下兵符 若是太深 我这死活的东西 你找死 成全他 总督大员 拿下他 小子 我看你是上厕所打灯笼 纯属找死 下面 我郑郑宣布 医学会长 他就是 不是 有没有搞错啊 竟然是他 不可能 这么巧罢了 就是 人家书总故意给他的颜色看看 他就是 叶辰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叶辰 不可能 天啊 竟然真的是他 我没听错吧 他竟是苏氏集团的医学会长 怎么可能是他 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叶辰加入我们苏氏集团 成为我们苏氏集团的医学会长 谢谢苏总对我的信任 让我成为这个医学会长 我一定不负众望 叶辰 真没想到苏氏集团的医学会长 真的是你 恭喜恭喜啊 之前啊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为家里 都是误会 还望你以后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多多关照啊 你也 就凭你也配 苏总 我有事情向你归报 他就是个黑心的医生 之前应该我交十万块手续费 不给钱就见死不救 刚才又误证你死亡 现在就胡乱收费 平日里还不知道坑了多少 不要胡说八道啊 赶紧交钱 否则的话 老子受你们进局的 事情就是这样 狗混蛋 大干好事 叶辰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 你身为苏氏集团的医学会长 自然有权任免任何医学专家 现在西门坤任凭你处置 苏总原来赋予叶辰这么高的职权啊 西门坤 你尸位素餐 无德黑心 根本不配当医生 我现在就把你开除 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你这条医疗街的住宠 医生的名誉 都是被你这种人败坏的 你准备坐牢吧 叔叔 叶辰 我知道错了 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 可怜可怜我吧 你可怜过那些无辜的病人吗 他们砸锅卖铁 凑得血汗钱 救病钱 你吸人血馒头 简直比强大还可恶 谁会可怜你啊 叶辰 咱们之前都是同学 要不明天我做东 你过来 我给你赔个罪 是啊叶辰 大家都是自己人 青少家跟苏家合作 你看能不能帮帮忙 你居然有脸说说这番话 叶辰 你去帮帮忙吧 是啊叶辰 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去干嘛 只要你答应帮我 让苏家续上我们家的合约 你尽管提什么条件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都可以你行不行 不好意思 你们之前要是善待了 我有可能会答应 但是你是忘了 怎么羞辱我呢 对吗 叶辰 叶辰不看僧面看佛面 我们好歹有三年的感情 你就看在我的份上 秀一秀青少吧 不然倾家破产 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我不想过苦日子啊 叶辰 求求你了 你还好意思说出这番话 真是够不要脸 之前因为败鸡而甩了我 攀附权贵跟了西门青 现在他家到中落 你跟我提感情 原来是这样啊 家人们 谁懂啊 这个狗男女 真下头 这太刷新三观了 只能说 冥冥之中 自有报应 看他们 真像条狗一样 你别羞辱狗好吗 叶会长 之前是我不对 我现在正式向你道歉 你快道歉 快 那个 对不起啊 给我门不约这老爷子吧 看来到现在 你还是不相信 你 爱去 你胡说什么呢 妈 你怎么又这样说 叶神哥哥 我爷爷容马一身 保家未果 求求你救救他吧 我真的很舍不得他 我就是因为你相信 我才答应你 我一定会救你爷爷 至于你们 我劝你们 我不要戴有色眼镜看人 是是是 刘总 死前你不论是非对错 不闻不问 只因我出身贫合 他们就是高贵 你就将我定罪 那现在 我身为苏氏集团医学会长 我是明满天下的神医 我的身份是否比他们更高贵 那你是否还会固执己见 与加罪于我呢 神医 医学会长 你在真正的权势面前 又算什么呢 我只需一眼 就可以断你生死 是吗 这么八道 当然 当然 很好 你这番话让我觉得 你不配做这个副总督 苏清雪为了叶晨 竟然跟总督赴败熟二 苏清雪 你苏氏集团虽然前卿阳城 但是 你还没有到可以一眼摘我帽子的地步 是吗 半小时之内过来 我有事找 装腔作势 此刻要是你父亲苏承叶在此出演 我也就认 可是你 一个跟苏家断绝关系的妻女 我平时对你客气 那是给苏家面 可是现在的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半个小时 见分小 那就拭你带 真正的权势一言断生死 已经活不了多久 任你权势滔天 但你命不久矣 也是网人 我不跟将死之人计较 只希望你一会儿不要求我 你他妈装什么笔啊 还想让总督大人来求你 你怕是没睡醒吧你 你真的以为 你做了什么所谓的苏家集团的医学会长 你就很牛逼了吗 伯父 伯母 今天还有我带来的三位神医在此 给老爷子治病 那是绰绰有余了 何须 要求这个毛还没长齐的毛头小子呢 有神医在看病都轮不到你 我还求你 真可笑 没错 说的好像 只有你才能治好老爷子 是的 没错小子 就你这年纪 那有啥本事 我甚至欢迎你生意身份是能去做假的 毕竟没有亲眼所见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顾名钓鱼 说不定啊 就是这个苏家的营销手段 不知 警告你 你们虽然是友邦 但若再诋毁我苏氏集团 小心我告你们诽谤 多说无意 现在不如前去顾家给患者看病 是真是假 医术高低 一看便知 好 你就睁大理的狗眼 看好了 什么 他就是那个阳城的神医 他不就是被我们干做的那个小子吗 老头小子 别能挡一声 他是孤名钓鱼罢了 华老 你别胡说 我孤名钓鱼 那您呢 您是神医吧 那怎么没治好老爷子呢 不劳他受缘精致 脏气衰竭 哪怕就是我 也只能间接掉落一口气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治不好 不代表别人没办法 我说华老 那你治不好人呢 那就说明你 不自本事 刚才我也说了 顾老的病人 只要这三位神医可出生 必定是药当病主 不错 我伊丽莎白 可是现代医学神话 曾治疗好 绝症病人 甚至还验制出一种 性性药器 还有我小日郎 我五岁寻 十岁寻 十八岁就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疾 妄言天下 我的医术要是称第二 就没有人敢称第一 你们两个 不要在自吹自利 我喊他吧 普京医术商修 还没有治不好的人 我 才是这个愚昭地击 哪里有谁不会啊 敢不敢打赌 什么如 谁要治好病 行 跪下客套 道歉 成人自习 是废物容易 好 没问题 一言未定 那要是治好了呢 老爷子都快不行了 哪有心想在这打赌 叶神哥哥 你怎么能和他们一起胡闹呢 放心 我一定能治好命 这样吧 我要是治不好 任凭你们发路 我要是治好 你们身上我要留一个误解 好 你要是治不好 你就跪下磕头道歉 你要是输了 我不但要你磕头道歉 还要你则刮疫苗 如果你输了 我让你做模画像 你输了 跪下 不成我的脚包 好了 现实 没敢反悔 转入大牢 不以吉祥 一言为定 玩这么大呀 这批 轻壤是脑癌 而且 还是忘记 什么 什么 哎呀 你们还能吃吗 这是五言之灯 信心有情 看癌太消耀 只要一针 便能千笑 真那么神奇吗 你们七个人 这背后就行对吧 小子 你死定了 这就结束了 太好了 爸又救了 一扇白医生 果然厉害 这怎么回事 不可能啊 我治过这种品种 应该有效才对呀 一扇白 看来你还是不行啊 单凭一针 小小的药剂 怎么可能产生 抗癌特效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接下来 就请各位 睁大眼睛看清楚 我现在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 真正的龙医 这是九州神针啊 什么是九州神针 真九州 你们始传的 绝血 天有九重 地有九州 日有九巧 日有游人 现在九州神针 传说 实战到极致 可 祸死人以日为 没想到 今天我竟然 捡到传说中的神针了 看来 此地还是有 石祸之能 病 好了 神针 这叫神啊 好神可畏 好神可畏啊 感谢神医救过父亲命 大恩大德 我们顾家 永不敢忘 小子 病已治好 也到了跟你 履新赌约的时候了 你还不快 磕头道歉 自断一臂 滚出顾家 大丈夫 安子汉 怨毒不恕 今日 有本总督在此 我看谁敢犯悔 听到了吗 今天你绝对是sting 你确定 真的治好 我劝你 仔细看看 这这这表爷子 竟然是气息优历 竟然气卷身亡了呀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刚才明明已经让他脑中的癌细胞 尽数倒出 使他恢复了身材元气 可为什么仅仅过了片刻 他脑中的癌细胞 要再度爆发 甚至 比刚才更为猛烈 住手 我劝你什么点力气 你再用九中神针的报 只会进一步 让老爷子的精血流逝 加速他的死亡 不可能 我不信 小长 你还不能说 难道你想害死我弟吗 不 还是得我出手 百邪癫狂 所谓病 真有十三 血须知 凡真之体 先鬼功 四真鬼戏 无不应 这又是啊 难道是 鬼门十三针 没错 这就是鬼门十三针 十传引领动 鬼门十三针 什么是鬼门十三针 鬼门十三针 是十大师传神针之一 一共有十三针 玄妙无比 巨股卷尽在 阎王要你三更死 鬼门留你 刀五更 鬼门十三针这么霸道 没错 老爷子这一次 真的有救了 只可惜 我们得到的那一卷古卷 残缺不全 想学都学不了 而如今 鬼门十三针 重见天日 竟是在汉衣手中 可恶 一针鬼宫廷 二针鸣鬼心 三针鬼磊入 四针镇鬼心 五针开鬼路 六针欠鬼人 七针温鬼床 八针破鬼神 九针修哭 十针灵堂 十一纳鬼道 三针鬼神 这到底怎么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爸总的变僵尸了 别急 得第十三针下去 老爷子准备上 难道 马上就要见证 一学其技了吧 不过战场有净陈 归为十三针 随后为陈 净为甚 省活人 简直就是 一天正命 一地多灰 十三针西出 正眼省别 这随后为陈 可谓是日观中央 林兵斗者 接阵列在前 十三出鬼门开 阎王盔 仗原生灭 这鬼门十三针 当人如此炫烈 不错 正是鬼门十三针 兵 我已经看了 诸位 要履行承诺 还有你 跪下 你拳我的脚 哦 先回应 我看你还不死 小子 赶紧跪下 挺巧 你 确定真正好 当然 别闹开 你 别闹开 你 都 都要开始死了吗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行 小日老大 救助神针失灵你就算了 我的鬼门十三针 是更为高深的阵霸 连十三针都出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顾老爷子身体情况特殊 他的病 你们根本治不了 伊丽莎白小姐 你的抗癌药剂非常先进 但是这个病 你治不了 至于你 小日老 你的九州神针 的确是失传绝学 你想用针灸 刺激老爷子的酒窍 好让致病因素 从体内排出 想法不错 只不过 你的九州神针 符合不够吗 九州神针 之所以被称为 失传绝学之针 不是因为在传承之时 失针的手法过难 而是在失针之时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 那就是 要注入足够的针绩 而你功力不足 强行推针 只能适得其 导致病因 忘业的反空 让导业子的精神 一再流失 说到底 不是九州神针 不行 是你功力不够 我出了一个山石 师父的确叮嘱过我 他说我 内力不足 只能将九州神针 发挥出两层共享 师父的话 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再加上 我后来再给人治病时 我们九州神针 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 以至于 我忘了自己的短处 是至今日 这个弊端 终于暴露了 而且 还被这小子 一阵间歇地 治了出来 至于你的鬼门十三针 真正的鬼门十三针 最鬼神的确是 金鬼神 生活人 的确是有 与天争命 与地夺魂 掌缘生灭 起死为生的作品 追你啊 可以什么 你又想用说 我学义不精 你这个废物 我会就想再要诋毁我 诋毁 可笑 我单不说你 真气不足 强行催行 最后一针 如果你九字真言 都没有学义 你知道九字真言的 真正版本是什么 九字真言的 真正版本是 临兵斗者将阵列前行 而并非什么 临兵斗者将阵列在前 九字真言 你怎么学错 你还想把人 从鬼门关里拉 简直把人送进了 鬼门关 不得不说 你真是可笑 你说什么 你别在里 关键是你 一顿操作猛如虎 可是结果 二百五 你纯粹是个废物 就像你这种废物 也敢自称精通医术 还敢自称神医 还是宇宙级第一 哼 这笑 赶紧回去再活几年 好好学习一下 不要在这丢人现 眼下顾老爷子 突进精绪 半步已经迈入鬼门关 生命垂危 再过一刻中 他体内的生机就会耗尽 到时候 就是神仙来 以后一天发出 没想到 老爷子身上的病 居然几番治疗无果 还假如死亡 难道 他真的没救了吗 事为国内专家的画楼 述手无策 号称现国一之首的伊丽莎白神医 也没能婉远居民 而睡怀绝学的小日朗 和韩大棒神医 用了九州神针和鬼门十专针 也无力回天 难道 这真的是命吗 眼下爷爷 眼看着就没有一刻中的时间 怎么办 那都真的是紫棋了吗 爷爷 爸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要办 花老 伊丽莎白 小日朗 还有韩大棒 这几位神医啊 那可都是医学界的神话呀 他们几位都没有办法的话 那老爷子的病 恐怕真就无力回天了 我早就说过 这这个是绝认了 就是谁下来了 也没有办法 眼下这个情况 试看 谁也该能力挽狂澜 力挽狂澜 除非对方的天神下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没有什么 是不可能的 你们这帮废 庸医 你们不行 代表我不行 你在说什么 你说我实力不足 你有什么办法 我还这么挑 我这么让 你也这么让 你以为你是我 废 我的手段 岂能于你等窥探 说大话吹牛 谁不会呀 叶辰 之前多有得罪 我们向你道歉 如果你能救我父亲的命 那就请你出手救他一命 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顾家全都答应 叶辰 请出手相救 叶辰哥哥 爷爷真的快不行了 求求你救救他吧 你放心 现在剩下的十日不多 我先救人 在我治病期间 不能有任何干扰 你们先出去 没有我的应允 谁也不能擅自入内 我不出去 我就不出去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能让他起死回生 非 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你给我滚 你 各位 出去吧 你给我等着 癌症 全世界称为绝症 可老爷子的病症 并非癌症 三师势脑 饶将十大毒蛊之一 杀人于无形 险藏于体内 即使用高科技仪器 也很难察觉 更无从治疗 即便你是五红高强 也很难扛得住 不过 老爷子你命不该绝 遇到你 以我 传承所学 通天医术 即便你是三生是脑骨 我也能把你 从鬼灯关里救回来 看来只能用 一经中的真正 八门所邪真正 天地容金 乾坤戒法 八门所邪真 立即 人体八门 分别为修生伤度 警死惊开 一经有云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八门所邪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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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都过去半个小时了 这小子还不出来 是不是治不好病 把窗户跑了呀 把窗户就是跑了 让他磕头到剑 自断隐蔽 规定前脚 都是小时 耽误了孤老爷子的病情 才是大事 我们先进的一些要求都治不好 他一个毛骨小子 怎么可能 创造体制起死活生 那可不 还要能治好 我们赶紧挑路去 你们都住口 叶诚哥哥不是那样的人 他肯定会治好爷爷的 这么多的关家医生 世界神医 容易胜手 都治不好 他叶诚有这个能耐吗 韩汉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的呀 那小子就是功名钓鱼 徒有虚名 这四位神医说的对呀 你家老爷子得的那是绝症啊 除非这小子真是神仙 否则 根本就不可能治得好的呀 还是当警长他出来 我们再想想去他的办法 可别耽误了救人的时间 谁怕那个懦夫 早就跑了 不然的话 为何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怀疑啊 人已经被他这里 归阵前逃了 不对 这小子有没有行医资格证 还跟你说呢 董事长大人 我建议 全程击補他 你们马上进来抓人 无证行医 治病人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为罪请逃 最佳一等啊 叶晨 你死定了 谁说我逃走了 叶晨哥哥 你终于出来了 小子 你还敢出来 我两年没有记好九两月子 你还不快 磕头当前 自断一笔 不一定添加 你个半调子 庸医 有什么资格给我说三道四 指手画场 事到如今 你还在装算 你是忘记了你之前的赌约吗 我告诉 在座的各位 可都是公众 没错 秀瞎说 愿赌 有待付出 看来 这下子 有好戏要看了 这回 我看你怎么死 叶先生 我夫妻身体怎么样了 还没有治好 什么 你小子 此时不履行赌约 更大呀 何时啊 我总督府的执法人员 马上就要到了 就准备接受审判吧 慢着 老爷子的病情复杂 虽然暂时我没有治好 但是我已经把他救了 只需要调养几次 方全愈 不行 什么 救活了 七次回生了 不可能 这是脑癌万歧 没错 这可是连我们庄家 都没有办法的绝种 可你一个毛泽小子 竟然说 把人给救活了 还是休息一下 就能痊愈 你们相信吗 叶辰哥哥 这是真的吗 叶辰 你确定吗 人就在房间 信不信 自己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小子 一定是活生生把人给赤死 所以 想把我们给骗进去 然后好自己跑 不 不错 定是如此 叶辰 你该当何对 不得不说 我这真佩服你们的想象力 压起来 哥 你这是何意 何意 叶辰 有人检举你 非法行医 扰乱公共治安 还有这回事 你想抵赖吗 此前 你大闹医院 明明连实习生都不是 在医院里乱治病人 这就是证明 不错 在医院这小子 还想给固牢治令 正好被我赶出去 现在 人证物证俱灾 你还敢抵赖吗 我不抵赖 没错 我是在医院治病 可这是叶辰哥哥的母亲 叶辰哥哥给自己的母亲治病 并且治好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刑医症 我人治好了 若无人计较 倒也不爱 若要较真 若要较真 那麻烦可就大了 不错 我是治好了我的母亲 有问题吗 问题大了 没错 你有嫌疑症吗 你有什么资格给人治病 对 你有资格跟我们打赌 还治病救人吗 你不仅大闹医院 现在还跑到患者家里来 与人打赌 乱治病人 让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这就是犯罪 若没有试图的把握 我是不会治病 况且在医院 医生救不了我母亲 我把我母亲救活 是有什么问题吗 再说雇佬她 不要听话 你有没有行医资格障碍 那就是没有了 好啊叶晨 你没有行医资格证 就算你医术再高 那也是非法行医 那是犯法 小子 这后果很严重的 你知道吗 叶晨 这回 你真的是死定了 走吧 到里边 说到说到去 我有什么问题 你还说没问题 你知道非法行医的结果吗 非法行医 三年以下的企图行区医 或者是管治 并处以罚禁 损害 救诊人身体健康的 处以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企图行 并处罚禁 造成救人者伤亡的 十年以上 有企图行 并处罚禁 你咯 你有罪禁所 治的就是你这种吊丝 像这种汗群之马 早就该治一下 我建议 学了两千半吊子医术 就敢治病救人 这大厦 他还有没有律法了 没有得到我们的认可 拿到诺书 就不敢信 继续做 万一 我们会秉公治法的 刘副总 我有必要提醒一下 你的病就会发作 到时候 没有我跟你讲 你可能 见到 还想包 我快发病 我活不过明天 没错 你吓过谁呢 我从小到大 别说大病 小病都没有 那我呢 总督大人 面色无论 提格强座 免疫力极好 哪里相信 有病之人 你没有纹针 就断定有病 你以为 你有治癌 治癌吗 你还真说对 我就是有 你怎么知道 我看你才是 想发病了人 刚觉得 这小子有点医术 现在看来 全是靠猫的 叶辰啊叶辰 你为了保住 你这条狗命 别这么幼稚的理由 你都变得出狗 是吗 你是不是疯了呀 杜长先生 是不是有什么误 是啊 人正物正俱代 铁正如山 岂有误会 你们不能抓 这岳辰哥哥 凭什么不能抓他 他犯了罪就该被抓 并且是行为极其恶 必须做的 甚至是无其不 死刑 除非 还和你晚上去我的房间 陪我喝上那么几杯 把我伺候舒服了 兴许我会考虑考虑 替你给总督大人求求情 你觉得如何呀 无耻 老 你的嘴是真臭 是吗 看你小子是不服是吧 你不服气你他妈你都过来打我呢 这么贱的要求我这辈子都没听过 这么贱的要求我这辈子都没听过 杨辰哥哥 不要这么动 停了 明明已经结婚了 那还要纠缠与我 气 我看你是彻底被这小子离了心智 分不清形势对吧 是不是非要逼我给你撕破脸 好 别说 注意你的言辞 注意你的言辞 伯父伯母 你们是不是忘了啊 自从你们家老爷子病危之后 你们顾家地位是一落千丈 现在整个阳城的势力 对你们顾家那可谓都是虎视眈眈 里面的老爷子 一旦咽气撒手人寰之后 你们顾家 顾客之间 就会被这些势力蚕食殆尽 眼下 你们顾家和我秦家交好 才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伯父伯母 干嘛板着个脸啊 我今天来可是帮你们顾家的呀 只要顾孟涵 答应做我秦家的女人 我就回去请我爸 出面帮你们 怎么样啊 伯父伯母 秦老说的没错啊 你顾家落寞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一旦老爷子去世 你们顾家必然想成出名 所以呢 顺秦者生 逆秦者 你们要好好想想啊 孟涵 要不 你就跟我骑少 爸 你在说什么 家族的事情 我们一定可以想其他办法解决的 解决个屁 要是能解决不到就解决了 孟涵 你也知道 孟涵要是倒下了 我们全家可就都完了 这次 你就听你爸的了 没想到 他最终还是沦为了家族的牺牲品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月城哥哥 你说什么 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有个屁用啊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啊 你也不看看现在你自己 你现在是阶下囚 我是座上兵 我为刀族 你为鱼肉 你能让我啊 你真以为我就收拾不了你 月城 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月城 这件事你就别撑了 或许这就是蒙寒的所谓 可是爸妈 秦乐是什么人 整个阳城的人人人都知道 他连出生子都不放过 这的人找你们怎么能让我 好 很好 那你们两个狗男女 就给我等着瞧 今天 我就以秦家的名义 向你们顾家施压 我看你们顾家以后 在阳城还怎么混 顾小姐说的那里话 秦公子一表人才 他想要你 是给你面子 你还不赶快答应呢 就是 要不然 秦公子 正发机会来 请麻烦了 顾小姐 秦公子 只不过是想和你睡一觉 多大点事 更何况 我们这么多人在这 秦公子 吃了你不吃 哈哈哈哈 我是谁不会做 就是欣人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啊 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还敢在老子面前抓 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 老子这件份收了你不可 不仅如此 我还要把你当成我的玩物 我今天要当着大家的面 玩了 现在你们顾家 就是一个破头 老子不开心了 分分钟给你们采败 顾孟涵 我要你现在立刻跪下来 服侍我 听到没有 我快要爱上这种掌控权力的感觉了 贱人 看我怎么狠狠容领你 贱人 看我怎么狠狠容领你 好大口气 我顾问天 明天到时要看一看 谁敢欺我顾驾之人 谁敢给叶神医试压 这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爸 您真的活了 爸 您活了真是太好了 人员 可不得醒了 吓死我了 爸 您感觉身体怎么样 我回来了 叶神学 替我捡回了一条老命 他可真是个大有本事的人啊 顾爷爷 您身体 真的好吗 我老不行 他是一个人要轻负我顾家 顾爷爷 您怎么爱开玩笑的 小儿小儿啊 别以为你们秦家的所作所为 老父不知情 还有你 刘父总督 这也是在里边玩笑 这不是真的 这是回光反照 老爷子 你让我给你做个身体讲查吗 回光反照 屁 你会说话吗 我知道我的身体 好的很 再过十年二十年 我都不会去见阎王 刚才是我说错话了 我总觉得 给你做个身体检查 还是有好处的 是吧 您去检查一下吧 检查完了 我们就放心了 那好 我就查一下 你小子给我等着 待会老夫跟你算账 闺别去 先跟他检查完身体 反正叙事 再做打算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也是一代名医 好个卖而已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真是老个虚名之辈 就是 你们大厦人 正是称呼住情 少见得不断 大厦人 就是这么没见识 干什么事都一整一整 我来看看 他妈的 怎么可能 简直就是 天神下凡 归附身工 真没想到 我在这里 居然能遇到 这样的 神仙草座 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怎么会这样 这简直就是生机 刚才你们还敢嘲笑我 短剑伯使 现在 你们怕是脑子 乌龙上响 都傻了吧 老夫切脉显示 过老爷子的脑部功能 一切正常 脑部原本存在的肿瘤 阴影面积 已经全部消失 现在的身体状况 甚至年轻小火还好 这不可能啊 那IYMG 两手术都不能做 落后的大小医术 怎么可能治好 这全都不是真的 我们国家出传的 特效妖器 已经位于世界的定届 怎么可能 会输给这个 猫头小子呢 叶神哥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就知道 一定能救活爷爷 让爷爷起死回生的 谢谢你 去些小事 不再发想 不用客气 叶神哥哥 你年轻有为艺术高超 老夫这条病 是你给我点回来的 以后你就是 我们国家的恩人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就是我们国家的事 都是小问题 不用客气 现在该旅行赌约了吧 现在该旅行赌约了吧 是 你这次只不过是运气而已 难道 你还真要我磕头道歉 自断一闭 对啊 小子 你只是运气好 难道 你还想骑在我们头上 就是 我们就是 一时代义 这才让你钱落了 不是我们一时不好 你别得义 小子 我劝你 这件事情只有这样算了 你也就是运气好而已 没错 你也不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啊 这三位大人身份何等的尊贵了 你什么身份啊 你什么地位啊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还想让这三位大人给你赔礼道歉 你他妈的你就是个 我告诉你 我早就想抽你了 要不是孟涵拦着我 我把你脸大坏 小子 你居然敢当着总督大人的面行凶 我会死定了 小子 你也太狂妄了 我看你怎么抽场 我命令你 立刻给秦公子道歉 赶紧到 跪下 道歉 太冷智感吗 来人 拿一样 住手 刘副总督 这可是故乡 你要做叶晨医 不过我老服了吗 他叶晨 非法行医 当中好不大权贵 我有权将其拿下 你要是不服 可以向总督府申诉去 我自然会向总督府吵个说法 但是今天有我 在你袖上带走叶晨医 是吗 子弹上堂 顾问天 既然今天已经撕破脸 那我就不妨直说了 你顾问天 虽然是武道大师 可也硬不过子弹吧 并且你久病未遇 你顾家还没有完全扭转 你保不住他 小子 本想放你嘛 可你不识好歹 不犯律法 其罪 当主 苏总 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妥 另外 李总督已到达阳城 很好 通知他 立即前往顾家 半个小时已到 是时候该履行约定了 你当真毫不讲 不分是非对错 因为人仗势欺人 自以妄为 我怎么可能会错 错的是你 我的错 我治病救人 也有错 是 就是你的错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 身份尊贵 所以他们是对的 而你 身份卑贱 所以是错的 你与我们相比 无论是身份 地位 财富 能力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你就是一个会点移术的窝囊费 在这个社会上 无论黑白对错 不是因为弱者 而是由强者断绝 我强 故我对 你弱 故你错 你永远都是错的 当真要如此蛮好 好 很好 距离你发病 还有三 三分钟之后 可别跪下来求我们 求你 你是不是施心疯又犯了 三分钟 不好意思 你没有这个时间 行了 再装某作样 这回你绝对死定了 来人 将他拿下 打断全身骨头 打入大牢 担杆毁炕 就地出发 都给我住手 都给我住手 苏清雪 苏清雪 你来坐审 自然是来赴约 什么半个小时 这我帽子 不错 我劝你最好 现在就收手 否则等会儿 你会更加难看 虽然你苏氏集团 全清阳长 但是 想摘我的帽子 你还不够资格 是吗 你还剩两分钟 什么半个小时两分钟的 我告诉你苏清雪 苏氏集团虽然强大 但是在座的各位 也不是小鱼小霞 也不是小鱼小霞 秦朗 那秦家大少 他家的权力在阳城 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你心里自然有数 我说苏总啊 你何必为了这么一个废物 把自己也解过这场 炫火之中呢 这个也太不值当了 值不值得 你说了不算 是由我来解决 是吗 那这三位吧 伊丽莎白小姐 小日郎先生 韩大放先生 他们三位 来东西岸 国一之首 上至王公 下至百 被各国权贵 奉为座上宾 他们现在正在此地 与我同营 想拿下我 就凭你 还不够资格 就是再加上顾家 也远远不够 苏清雪 扰乱治安 欲解犯人 暗律拘留 上唐论罪 我拿下 刘伯 你好大的光位 李大人 杨长总部李正 见过小姐 见过小姐 小姐 李总组怎么称她为小姐 连她都来了 甚至称过苏清雪 为小姐 难道 李正来迟 还请小姐责华 李正 你麾下的总督府 可是好大的威风呢 小姐 此事行则赛 我 我给你全力 给你一个交代 老公 你倒行 你是赖子权 这四个行 本总组府 将对你 革职查款 李总组 这人 非法行医 当作殴打 权贵 触犯律法 我有权将其拿下 我是公事公败 是啊 总部大人 这个叶成 他非法行医 草菅人命 拿人命做赌注 还有这个苏清雪 跟他同流合物 甚至还想帮他脱罪 总督大人 你明查 你 谁说叶成 无证行医的 叶成 身为苏氏集团的 医学会长 自然不可能 无证行 这 就是他的 行医资格证 谢谢 三日之后 省城苏家 有一场宴会 届时 我希望你 与我一同前往 荣幸至极 定会赋予 好了 我还有事情 此件事了 我就先走了 不送 太好了 叶成哥哥有行政 我看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看你们 还如何按加罪名 大作文章 就是 小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三分钟就要到 五 四 三 行了 我说你小子 有完没完啊 我是不可能有病的 不急着躺 痴人说梦 绝不可能 零 这 你走吧 救命 救救我 引起脑部 精神疾病 发作 这可是 医学界最大的难题之一 病毒高昂症症啊 这是 电狂烈脑的晚期 龙衣有缘 脑残子 五药 一 叶小友当真料是无神 一手高森莫测 太不可思议了 这巨人有缘了 他得死病 全是因为狂妄自大 多行不易所持 但这个时候 医治维生一晚 最多只能活一周 受尽 非人之风 你们带走吧 嗯 还不赶紧把人带走 走了 顾老 那晚辈就祝您 早日康复 晚辈就先告辞了 小子 这次算你运气好 你别太得意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你给我等着 咱们来一只方长 你最好别落我手上 要不然的话 我勤了 今天你三番五次的欺辱 现在撂得狠话 就想走是吗 你真当我们是软柿子 你可以随便捏吗 小子 你还敢打我 还敢 扶败 扶 我扶 我扶了 我再打你一次 扶了吗 哥 李奇哥 我扶了 我扶你 我告诉你 再敢欺负孟涵 你一定会感受 比今天痛苦十倍百倍的代价 懂了吗 懂了 滚 谢谢 李奇哥 现在该是你们 旅行赌约 我毕竟所谓鬼内有名的专家 但有这么多人的面道歉 简直就是比杀了我还难受 要是传出去 以后我还怎么再一学夜混 哈喽 大家都是公正人 你不会是小少赖吧 这家伙之前一直唱衰我父亲 刚才还说我父亲是回光返照 现在输了又不认账 当我顾家是什么 你顾家的势力 我要今天敢来这 值得他们不满 还是连那个杨秤都走不出去 罢了 认才罢 叶先生 我服了 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没治好老爷子的病 是我 用以无能 古人有云 事有余者 学方三年 乃知天下无病可治 即治病三年 乃为天下无方可医 不学者 应该搏其一员 经眷不眷 不能道听徒说 可谓一道已了 身自物在 中年逆而立于行 如果你 真心听懂了 真心服气 不然 你只能行医 害人害己 不如回家养猪吧 我辞有学疑 实诚过手 二十岁 虽使父用力大将难得 将过无所的意难杂志 三十岁 学疑大乘 四十岁 为了国内 丁肩医学专家 五十岁 即使以防搞认 认成一道搞熟 曾经 却参败于一个 二十多岁的 年轻人手里 甚至还对他们 咬唏了一顿啊 罢了 看你身上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我收你两百万 伊丽莎白小姐 我大下医术 国大精神 是你能所能变低的 好 伊丽莎白小姐 今天你所见识到的 才是我们大下 真正的医术 伊丽莎白小姐 伊丽莎白小姐 我扶起了 之前都有的罪 我希望你别跟我一般前世 你放心 我颜度服输 我旅行度约 这里也是我们的 线性药剂 这些药剂 含人体需要生命能量 有不少量 以后一定要联系我 我跟你 更高的礼 小二郎 班大棒 跟你们俩 我小日郎 谢夫口福 这小姐的年龄 只不过二十出头 可她的艺术 已经达到 不可思议的境界 因为不满三十岁的 一道至尊 莫说是在大下 就算是在全世界的 艺术界 恐怕也会引起 巨大的互动 在杏林间 搭着人心 她寄下于我 我虽然不服 但是换了 和伊丽莎白二人 都已服输 我不履行承诺 也不行了 既然服了 就履行主约吧 我就要你身上那块玉 来来 这样 你想赖账 这块玉是我师门之间的信物 不能轻易交给他人 还请叶先生见谅 我身上其他的东西 无论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 之前的赌约 你请我愿了 现在胜负已分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我才不管你的玉 是否是师门信物 既然输了 就得给用 可惜 这块白玉 价值不分 意义特殊 如果就这么叫出去 那比杀了我还难受 这要是被师门知道 少不了一顿重法 你既然自诩 医学正统 那你就应该知道 数千年来 我大夏医术博大精深 名医辈出 而且都是德才兼备 救国救民的圣者 而你 能力不足 狂妄自大 学业不精 我暂且不提 你妄图雀巢纠战 连愿赌服输的气量都没有 还妄图自称华夏正统 你应该知道 大夏古语有云 不谋当谋之事 唯一之耻 贪族身外之财 从医之威 人无信不利 人无品 无用 像你这种品行皆无之辈 还不如趁早起医 回山里 耕田霸 何必在这成为 一切真诚 话 一律杀白小子 让三门作为医学高手 虽然没有治好 容易的力 但既然声明显赫之 水平自然也不低 但就是这样的 资深医症 竟然积二连三 被夜神用教训晚辈的口味 给顺势的 无言以对 老费亲眼所见 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现前这三人冷嘲热服 很是气人 现在他们接连识别 看着就像六月天吃了冰淇淋 很吃解气 此次无论是医术德行 见识皆是不凡 绝非持终之物 日后前途更是不可限量了 必须想办法 与他身交一番 这个小子才二十出头 医术怎么会如此高明 应该不会打娘胎开始就学医了吧 如果说韩大棒等人 就已经是万中无一的一道天才 那他又是什么 一道妖孽天才吗 真是一开始就看走了眼 韩大棒 到你了 你想要什么 当然是你的十三针了 叶晨 我是真的服劳 之前是我饮着 现在我正式跟你道歉 谢谢你救我老人 阿姨不必客气 我不会放在心上 叶晓语 能想到你年轻心 进入如此高潮的医术 此番还真是多回来 替我捡回来一条老妹 否则我得去见阎王 老头是谢谢你了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们顾家的救命恩人 你的事 我们顾家势必顾去 老爷子不用客气 我来给您看病 也是看在孟臣的份上 不是因为你们顾家的权势 再说 你也是一个一生为国为民的英雄 这个小子还真是快人快人呀 说起话来毫无可言 叶晓游真是实在人 孟含慧言十足 这一次 爷爷也要谢谢你呀 爷爷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对了叶晓游啊 我身上的病还需要怎么调养才能痊愈 只需两副 方可痊愈 什么 只需要两副药 爸可是顾家的定海山真 只要他活着 顾家就能稳如泰山 一律不倒 两副药就这么兴奋 要是没有药子和丹炉 我一副药就知道 真是大惊喜 叶晓游 这是一千万 小小歉意 还请不要推辞 那我就 确实不恭了 另外 我父亲休养的事情 还要麻烦你 等事情结束了 我们顾家 还有筹息 之前情况 现在几天就赚了几千万 若实话 真的笨手 叶晓游不仅年轻有为 医术通神 心境也如此了得 不知师门何处 师出何人 没有造 我师父涛染家是 尹氏高人 正在云游四海 对了 有没有丹炉 肥仙药子 我可以让您 更快的痊愈 缺什么药 尽管跟我说 我一定帮您找到 我给您列个清单 你有消息 马上告诉我 那时候不早 告辞 今天多谢叶晓游了 下次过来 我们好好喝一杯 去送送叶晓游吧 有没有与你相送 那当然好 对 还有件事 老爷子 近些年 有没有觉得 肺部胀闷 喷喷而可喘 严重之时 还会血流倒腻 有一种 烈火灼烧之感 你怎么知道 人体内有经脉 十二正经 齐经八脉 十二正经和人多二脉 成为十四经 守太阴肺经 是十二经脉之一 它是主管 肺部生病人 而您身上的经脉 多处受死 应该是 练刚猛之功 和暗伤所持 不错 我早年前修炼的 正是高猛的战犬 而那场战犬呢 还是数十年前的版本 当时一味追求 高猛治理治术 修炼欲久 对自身伤害欲打 再加上 这么些年 圣经百战 留下了不少暗记 近几年呢 每次修工之后 肺部总是感到 灼烧疼痛 这件事情 我从未与人提起过 没想到 被叶小勇一眼看破 等我下次再来 帮您修复经脉 致于暗记 小勇此话当真 我叶臣从来不骗人的 那老头子 我就先谢过小勇了 告辞了 叶臣此人可不简单 一定要和他交好 不过我看你们之前 向他赔罪是这么回事 之前 孟涵找他来给你看病 被我跟林倩虎轻视了 把他赶走了 混账 糊涂 你们居然以貌取人 如此怠慢于他 幸亏叶小勇没有矫正 否则我真的去见阳王了 还好追踪叶臣院来治病 不然老爷子 你啊 虽然在商场有所见数 纵横上海 令我顾家商场得以稳固 但是你的缺点呢 我也是非常亲 我说过的话 你可记得 哇 什么话 须知天下之财人 皆傲之败 比方说 项羽 天生神力 勇猛无双 却因刚愎自用 意气用事 自焦自傲 败与刘邦 刘邦何谁人言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他不如张良 正国家 辅百姓 几窥想 不绝两党 他不如萧何 连百万大军 战必胜 攻必取 他不如韩信 十三者 借人借人 全都为他说 所以刘邦呢 夺去天下 切记 凡成大事者 借教借照 以师为主 以财为福 你何时才能进 你们何时才能 真正让我放心 爸 叫醒赤 爸 我们知道了 你们不知道 你们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诗人断 观看面相 曾国藩的八句口诀 你们可还记得 铁证看眼皮 真假看嘴唇 公平看乞丐 富贵看精神 足矣看执掌 风波看矫径 落药看条理 权在语言中 在知人善用这一方面 你们还太嫩了 叶小牛子 也没有你们想得 那么简单 在你们进来之前 我跟他用过一番教堂 这次我的病 他告诉你 并非老爱 而是中了孤独 你们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想要我死的人很多 尤其是那几个老对手 而叶小勇 能治好我的疾病 也能治好别人的病 这点人物 他能掌握你的命运 也能掌握别人的命 这类的 他注定是会 凌加于权力至少 这样的人物 如果你们识人不笔 不能牢牢叫火 跑到老对手那里去 这样的动物 你们可曾想过吗 在阳城 顾家虽然全是惊人 但其他几大家族 老对手也不落 他们虎视眈眈 除此之外 更有几个隐于暗处的家族 平日里不险山不露水 但遇到失禁 一定会露出早阳 阳城这个地方无比特殊 龙磐虎聚 暗潮涌动 布局者众多 落实一招不胜 满盘戒术 你们真明白了吗 爸 你真的明白了 爸 您的话我们牢去一心 定会教好叶城 我龙马生涯 一辈子阅人无数 像叶小友这种人 将来必成大气 早着三个月 多着三年 他一定会名声大噪 成为阳城 炙熟可热的人物 而且叶城的身上 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点 那就是他除了 自豪你我身上的病 还能一眼看出 我的修炼功法 和体内案集 由此可见 他的武道修法 恐怕不在我之下 至于叶城 是什么修为 我还看不到他 由此可见 他不仅一道通神 而且武道不凡啊 什么 一武双修 没想到叶城 还是位武道高手 无则境界 分别是 武者 武师 武道大师 武道宗师 武道至尊 武师 也是万众无异的高手 武道大师 更是十万人 总担出一个 至于武道宗师 那是无数武道强者 所仰望的境界 足以开中令牌 至于到了武道至尊 或者以上的境界 那就是传说中的境界了 我自己休息多年 才成为一名内境大臣的武道大师 而叶城 是不在乎之下 但至少也是一名武道大师 以叶城二十出头的年纪 就已经是武道大师 如果假以时日 那就完全有可能成为武道宗师 甚至有往问题 传说中的境界 武道至尊境 这等人物 犹如浅龙 他日必定浅龙出院 扶摇直上九天 加一时日 那我们就高盆不去了 所以如果做一般朋友 那是我们顾家的巨大损失 好在我们顾家占的先机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跟他拉进关系 之前你们给的一千万 顶多也就算赔礼 我们很难能让 也成立面相看 所以我们这次要拿出新意 让他能够感受到 我们顾家的诚意 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送一辆车 可以撞别墅 正所谓 锦上添花 不如雪中送他 要给人送礼 得先懂得别人的需求 问俺可以 现在立马传令下去 调查叶臣的底细 但切记不得引起他的反感 另外 通知顾家所有人 以后见他如见我 必须李代表家 不得怠慢 若有违则 家法处置 你看到底什么样的人 才能跟这样的美丽在一派 这小白脸吧 我看 晚上就是 叶臣哥哥 这次多亏你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爷爷肯定也不会被救活的 谢谢你 那你要怎么感谢我呀 这样的感谢方式 你还满意吗 想不通 实在想不通 我想过脑袋都想不通 我从一口美心宽都想不通 这种级别的美女 怎么能到底屌丝的 这个世界现在这么疯狂了吗 我就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孟涵当真了 不过有如此一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 头白送抱 倒也不错 哎呀 我怎么突然这么大胆呀 这么做 叶臣哥哥会不会觉得 我是个不精致的女孩啊 真是给辣孩妈吃到天鹅漏了 可恶 我白菜都让住给狗漏啊 这种好事 怎么就不在我身上呢 我我杀一个 孟涵 我已经快到了 就在楼下了 哎 孟涵 那个叶臣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居然能撬得逗你的方形 让你这么主动 我们真的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俊杰啊 我们真的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俊杰啊 是啊 平时追求孟涵的 那可都是学生会主席 国企老总之子 还有生业大亨的侄子 即便是这样 孟涵都置之不理 所以我真的超想知道 叶臣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肯定超级优秀 照我看 肯定是个帅气多精 手腕能力兼备 又有大背景 大来头的成功人是吧 哎呀 你们三个 别乱说了 我和叶臣哥哥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啊 不会吧 难道是你一厢情愿 而对方对你却不敢冒 不夸张地说 以孟涵的背景 样貌品德 能力 综合素质来说 别说是个男人了 就连女人看见都会心动不已 差点被掰了 甚至曾经有个豪门公子哥 本来是个鸡老 但在见过孟涵之后 直接被掰着 从此成为他的头号天高 追求孟涵的人 犹如过江之际 难以胜数 但唯一能撬动他芳心的 却只有这个叫叶臣的人 可偏偏这个叶臣还未必喜欢他 难不成 对方不是男人 或者 是个芳心纵火饭 叶臣哥哥 你来了 哇 好帅呀 你电视机那些明星要帅多了 凭心而论 长得是不错 但衣着一般 家世未知 估计也很一般 身材倒是不错 可若无权无视的 压根没什么 怎么配得上孟涵这位顾家前进 空有皮囊而气质不佳 看似神态淡然 实则待人接物方面 能力欠缺 怕是出身一般 消极怠慢之类 叶臣哥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三位呢 是我的闺蜜 这位是梁玲玲 赵琼师 许初颖 这位是叶臣 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吧 你们好 你好 久养了 哈喽 你就是叶臣 叶大少呀 久养大名 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果然名不虚传 英姿萨爽 英雄航迈呀 不知是哪一大家族 才能拥有叶大少 这样的经年才俊 你目前在哪里高就呀 我不是什么家族大少 职业嘛 是名医生 哦 原来是医生啊 这一个月 顶天了也就三五千吧 区区一个医生 月薪几千块钱 也妄想泡走顾家钱金 真是烂蛤蟆 想吃天鹅肉 吃心妄想 工资少也没关系 家里有权有事也行 毕竟扮猪吃虎 装穷的二代也不少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你在医院的职位又是什么 真是莫名气 我也没得着他 第一次见面 就如此真的 难道是我太低调 被低估呢 至于职位嘛 我在苏氏集团担任高层 医学会长 年薪百万 什么 苏氏集团的高层 年薪百万 年薪百万 医学会长 就你这年纪 在医院还是实习的份吧 如果没有背景 连转阵都不行 这样连主任也当不了 还医学会长 真是张口就难 你说这做人低调 被人轻视 讲真话又没人信 不苦呢 跟这帮狂猫丫头似的 爱咋咋地 什么 原来你就是那个医学会长啊 难不成身体是真的 这个叶臣其实大有来头 如果他真是什么会长 那说不定 我们还会高看他音乐 听说 那个医学会长是个年轻人 是靠吃软饭才当上的 你们等一下 你们看就这就知道了 这 什么还有这种事情了 真的假的 叶臣 平心而论 你长得真不错 可是长得这么好看 有手有脚的 不靠自己努力去工作用钱 却总想着走绝境 靠裙带都去上 真没处子 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个吃晚饭 呸 臭妖女 真是令您做 你这样的人 还敢喜欢孟寒 怕不是借着孟寒 攀上布子 真是想得美 也不看看自己有几惊解 这奇葩消息 编着煞有其事了 也不知道谁编 但居然 还有人信 莫名其妙 叶臣哥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叶臣哥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叶臣哥哥 不管别人怎么诋毁你 不信你 我永远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永远都会相信你的 我明白 不用管其他人怎么说 若非莫含 别人如此冷朝热法 我早就翻脸 完蛋 孟寒先入爱河了 不得不说 叶臣这个家伙 确实有点能力 但却是歪门邪道 骗术高超 我们得想个办法 可不能眼睁睁看着孟寒被拼 我们先去那边坐吧 走吧 不仅这一时 你都没有在想办法拆穿这家伙的真面目 小子 我希望你别纠缠孟寒了 她是个好女孩 她的未来注定是要站在山峰上的 只有天之骄子才配得上她 至于你 我希望你可以离她远点 哦 这是在警告我了 没错 我们就是在警告你 劝你不要利用孟寒的善良而欺骗她 她就是被家里保护得太好了 是个很单纯 很优秀的女孩子 而你呢 无论是家事 背景 能力 等等 跟孟寒相比都差得太远 别提你那个医学会长 就算是真的 在顾家里 也什么都不是 别说顾家了 我们三个当中任意一个的家事 都不是你所难想象的 我们三个家里 经营着餐饮 房地产 还有互联网等产业 全部资产获益 孟寒就更不用说了 顾家在阳城 是什么样的权势地位 你不会不清楚吧 小子 你知道这张请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呢 小子 你最好放弃孟寒 别痴心妄想 否则只会更难看 吃吃吃就知道吃 你是猪吗 吃相这么难看 这么不讲究 真是素质陛下的香巴了 够了 叶城是我的恩人 我请她来是为了感谢她 不是为了让你们来挖掘她的 大家都是闺蜜 如果你们再这样针对她 就不要怪我翻脸 没想到这个丫头为了我 会跟闺蜜一旁 想不到为了叶城 孟寒居然会冲我们翻火 唉 这个傻丫头 真是喝了迷魂汤了 好坏是非都不变了 别急 我还有其他妙气 你们等着看好 我去个卫生间 这可是云顶酒会的邀请函 只有阳城名流家族才能收到 你有吗 没有 连最基本的入场券都没有 你和孟寒注定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可不是吗 要知道在我们圈子里 追孟寒的那是什么人 那个都是学生会长 国企老总之子 财阀大亨的侄子 这种权贵三代 而你呢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无权 无视 还没有背景 当了个什么医学会长 还是靠吃软饭 你觉得你们两个这样能长久吗 不错 就算你靠群大关系 让孟寒喜欢上你 但顾家 能看得上你吗 杂铁还须自身硬 哪怕孟寒不在意 但你能忍心让他受委屈 丢尽脸面吗 所以啊 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 别不吵 就是 你笑什么 我们说错了 笑什么 我笑你们眼界狭隘 见识浅薄 什么财富过异 权势之家 在我眼中 只是米粒之波 谈指尽秘 在你们眼中 像顾家这样的阳城家族 就是今天 可你们怎么会知道 我有让他们 扶手的力量 说到底 就是你们把自己看得太高 把我看得太渺小 但你们怎么会知道 在和什么样的存在讲话 我刚才忍让你 那是看见孟寒的面子 在我眼里 你们和楼也没有丝毫的区别 且不说我和孟寒有没有关系 就是有关系 我叶辰所行之事 还需要你们同意吗 井蛙不可与海 下重不可与兵 要不了多久 你们就会知道 现在对我说的话 多么的可笑 多么的小丑 希望到时候 不要羞愧欲绝 真是想不到 这个家伙竟然这么能撞 叶辰 你知道吗 光会说是没有用的 圈子和差距就在那摆着呢 我曾见过无数优秀的人 他们慷慨激昂 最后都在实力面前 撞得头破血流 就是啊 虽然我不知道 你的底气来自于哪里 但在你一天 配不上孟寒之前 我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 有等你别跑 很快 我就把孟寒的追求者叫来 让你看清差距 我已经跟我男朋友 发短信了 他跟王超在一起 待会儿 看他怎么装 幼稚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文海和张峰 他们怎么也来了 这几个人 可都是能惹事的主 曾经就有人惹到了 王超的头上 被他们带人暴打了一顿 断了对方双腿 而对方的家属 愣是没敢坑舍 最后拿了钱 灰热热的 这个夜神 不过就是个装逼 唬人的小白脸 就他那个细狗模样 如果真惹上王超这几个人 那后果可想不出 只希望这小子 等会儿认清差距 知能而退 别不适好的 最后乐个半死不活 小子敢跟我抢一人 我看你是在早死 等会儿看我怎么收拾 莫莫 我上次长大时算过 咱俩八字很合 是传说中的鸳鸯蝴蝶命 果然 我一出门就能碰到你 本来咱俩还真是 天造地设的一对 黄超 你不要胡说 谁和你是一对 还有 不要糟糕嘛 我们不熟 夜神哥哥 他说的都不是真的 不要信 很难理解 穆罕到底喝了什么蜜蝴蝶 会对这个软饭男情跟深重 王超 你们喝什么酒啊 服务员 给我上最贵的酒 好 叶晨 我跟你介绍一下 他是王超 我们学校学品会主席 兼台卷道事主将 还是龙头企业的少东家 可谓年少多金 多才多艺 在学校里 绝对是男神级别的荣誉 学校里对他的女生数不胜数 在阳城 他可是有着豪门大少 哪里哪里 什么豪门大少 不过是家父 有着上海上的东西 没那么值得骄傲的 可惜 我有朋友了 不然 若非 王超曾经是鸡老 又对孟涵死心塌地 我也是可以考虑他的 这类优秀男生 才是我的良配 冒含的追求者 如此优秀 你与之相比 一个天生 一个地下 你有什么资格狂妄小长 呸 一个吃软饭的骗子 接着说 我看你能撞到什么时候 这是我男朋友孔武 学校里篮球队队长 家里经营着一家品牌服装店 身价不凡 他叔叔是上市公输集团高管 毕业后会安排他进去工作 还有这位 是我们校股东的儿子刘海 以后子成副业 也是不得了的去 最后这位是张芳 家里经营着一家 五星级酒店 阳光大酒店 在阳城名列前茅 嗨 我们两个自然没法跟超哥和五哥比 就是 恰留点小钱吧 不知一提 不知一提 你俩也别太谦虚了 记得不久之前的苏氏年会 就在你们酒店举行的吧 苏氏集团可是世界五百家 更是 阳城赫赫有名的医药龙头啊 据传闻 其背后有着更深层色的恐怖背景 若论背景 与之相比 我们不过是小屋见大屋 不错 当时苏氏集团的年会 我有幸见过冰山总裁苏清水一年 哪怕是惊鸿一批 也觉得惊为天人 人间角色 虽说啊 这个苏总裁是人间角色 但我们在场的四位美女 那也是万里无一 成一落叶 哎 没错 正所谓千秋无角色 虽虽是佳人呢 哎 张总 眼镯了啊 自发一杯 对对对 发 严生哥哥 要不我们先走吧 哎 这位兄弟 面生得很啊 但能坐在顾大小姐身边 想必是有头有脸的大人 不知家里高救啊 小子 我先是点了名贵酒 之后再抬出自己的家庭背景 现在又问你家里面有什么人 你一个软饭男 该做何应对 还不得被我当众踩面子 好戏上场了 叶晨 苏氏集团医学会长 苏氏集团的医学会长 听说此人啊 医术通神 是苏总才花了很大的压情来的 更是传说中的阳城神医啊 原来就是凶才你啊 九阳九阳 是敬 是敬 哦对了 明晚啊 阳城会有一个商业宴会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会到场 这是钻石邀请盘 这次商业聚会 邀请的都是阳城名流 连邀请盘都是分等级的 分别是至尊黑色 钻石白金 至于那些三流不若流的 根本没资格参加 你竟然有钻石邀请盘 本来以我们家的身份 也就是白金级别 这钻石邀请盘 可是我求了老爹 换了大代价才换过来的 就为了能显摆一身 这种感觉真不错 爽 叶城 你是苏氏集团的大佬 想必是至尊邀请盘吧 不如拿出来 让我们开开眼 我没有邀请 连个邀请盘都没有 还敢说自己是苏氏集团的神医 叶城 我看你就是个装逼犯 王超 你这样话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想到他就是个骗子而已 痛快 此骗子 让你狂妄嚣张 这下被拆穿了吧 看你还怎么装 哈喽王超 好久不见啊 感谢你的大方消费 我特意来给您敬个酒 姐 我也敬哥一个 对不起啊 啊 灵魂 畜生 怎么回事 他背了我 金姐 梁盈盈是我好兄弟的女朋友 当众被你们背你 打我脸 他不说我都给他赔你道歉 都不小心砸在身上 这小子都打我 打我这么狠 对不起 你得不做主 我不说八道 你明明都是不义的 你 金姐 我们到这儿来消费 来者是客 你这手下不想规矩 毛手毛脚动手动脚 这不是有点 不是代客之道 得给个说法 说法 规矩 年轻人 我们特意 我们特意过来给你敬个酒 你把我的人给打了 才敢管我要出法 至于规矩 你知道这儿是不可以打架斗殴的 你们闯了大祸 我告诉你们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都必须给我跪下道歉 否则 谁都不可以离开 知道这个场子的主人是谁吗 谁啊 杨诚飞龙 什么 杨诚飞龙 丽飞龙 完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 喝杯酒就能解决 这家伙怎么能 黑下麻烦大了 叶辰 你怎么敢 蠢祸 这种时候了还敢说这样的话 没看我都认怂得跟孙子一样 简直不知怂 我巴不得你去做死 这样能为我们吸引仇恨 最好能出个大场 当你在冒汗面前丢进人里 看你怎么跟我争 多少年了 没有人敢这样对待进去 你今天死定了 这个男人似乎不一般啊 身子挺拔 见眉心目 面孔挺立 孤傲截然 尤其是对视的时候 那双眼眸 幽黑深邃 宛如星河宇宙 愈发吸引人 我自问见过不少俊男 追求者中 也不缺乏帅哥心男 可从来没有男人 能成为我的入目之兵 但眼前这个男人 却是 丽飞龙是谁啊 丽飞龙可是杨成真正的当 就是大家族的家长碰到他 都得客气地交易上龙野 静姐啊 我爸是王刚 以前跟龙野喝过酒 您给个面子 大家端上酒 兵士前嫌 如何 是王总啊 那我就给王总一个面子 静姐 刚才是我不对 我给您道歉了 对不起 叶晨 这干什么 叶晨 他不赶紧给静姐 他们道歉 让我给他道歉 这种的为你 也配 却是第一个让我心动的运行 好强 好帅 帅哥 很有歌星吗 有没有女朋友啊 跟姐姐说一声 这是啥情况 静姐这是 看上的小子了 实在是难以置信 这么离谱的剧情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 刚刚还高冷霸道的女强人 竟然这么短时间 被夜人征服了 凭什么呀 这小子从头到脚 都平平无奇 看上去就是一个屌子 甚至是一个样子 我是一个骗子 可偏偏就这么个货色 却让顾大小姐 顾梦涵对她死心塌地 现在就连才见一面的静静 也头怀送抱 先是苏氏集团的秘书 后是顾家大千金顾梦涵 现在居然又是一个高冷女老板男性 被夜晨移住了 难道夜晨这家伙 天生就是小白脸 专门吸引优质女性的体质 真是称之为最强短范光 老训 怎么不说话呀 跟姐姐玩欲擒故纵呢 这种把戏不少男人玩过 但最终还是露出真面目 我很自信 自己无论身材 容貌 气质背景等综合来说 都是个足以优秀的女人 再加上主动出击 恐怕是个男人都得心动 小子 我吃定你了 妈 这小子能绑上静静 真是走了那一天狗屎大牛 别看他表面洋装淡漫 恐怕心里早就落开花了吧 不出意外 这小子很快就会不争气地跪舔静静 真想看看他们舔狗样 小子 想什么呢 还不快闲 这样一来 大家都算自己人了 那这事就翻篇了 那是 皆大欢喜啊 太好了 女人 你身上的香水 好臭 离我远点 你刚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 让你滚 我就不 老娘主动出击 这还被嫌弃 好小子 这直接触动了老娘的逆反心理 我再重复一遍 我让你滚 否则 后果自负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让我滚 今天 我必须把你 拿下 滚 事态的转变 真是一波三折 完全不按套路而来 楼子坐了过山车 起起落落 原来以为 喝酒道歉也就完事 这可夜神不肯低头 你别要完蛋了 没想到 反而让静姐看上来 按照正常警告 夜神进口下落 事情就皆大欢喜了 可留意外 没想到是 夜神非但不连生息 反而处处打人 能了 场面彻底失控 一发不可收拾了 夜神你干什么 静姐你也敢打 静姐 这小东西不懂事 多多包涵 我既然向你道歉 好啊 我在阳城站稳脚跟 整整十年 你是第一个敢打我的人 咱们这事没完 夜神你知道吗 你闯大祸了 城市不足 半戏有余的家 有话好好说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还不赶紧给静姐跪下来 兴许静姐还能放你一马 可燃 你死定了 我给他跪下来道歉 这个龙尹 配 你想要说什么你 好啊 臭小子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 电话 来哥 我在餐厅被人打你赶紧过来 有人在餐厅打你 那尊大佛 这么不给我李某人面子 等着 我在附近这就过来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嚣张 好多年了 没人敢这么打我李某人的脸 好 好 后来给我走着啊 罗爷 您来了 李飞龙 真出现了 不过静姐是叶晨打了 他的麻烦更大 真是期待叶晨接下来被狠狠收拾 哥 你稍息如何 我现在快跑了 很多年没人敢在我的地界上 如此成狂 今天我李飞龙都要看看 究竟是谁 敢在我的地盘 不是打我的人 龙爷 年轻人 在我的地界打我妹 不是你混腻了 不是 你妹是叶晨打的 关我什么事啊 你打我干嘛 龙爷 刚刚真不知道 他们是您的手下 再说了 你的妹妹也不是我打的呀 男的全部大餐头江 女的一律留下陪酒 看来我不得不占 那个龙爷龙爷 这个我兄弟多有得罪 但是我们已经给静姐赔礼物道歉了 得罪静姐的另有欺人 就不要再无奈这些姑娘了 再说我爸是王刚 跟您吃过饭 要不您给个面子 算了吧 你爸也配让我给他面子 王朝大坝 在阳城也算有头有脸的人 可李飞龙竟然丝毫不给面子 可见李飞龙背后靠山之印 实力之恐怖 这次遇到大麻烦了 你小子快过来 咱俩不是揍我吗 我打 打 知道我是谁吗 我他妈是属爷 属爷 属爷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就放过我了 放过你 可以 不过我要让你看看 把你女朋友轮了 上 你 你 天啊 可以啊 大哥呀都啥时候了 你居然还问这个 你这辈子都没吃过饭吗 谁还有心思吃东西呀 我和你妈 老的现在还蒙着了 这么多年来 这是头一次有人敢无视我 看情形 今天这事是不能善聊 叶神哥哥 我吃饱了 要不我打电话给家里 让他们来处理这个事吧 没事 我来处理 哎 有一说一啊 你要对付他们 我无话可说 但是别伤尽无辜女生 尤其还要强烈我带来的女生 我看你是不是有点霸道无礼呢 霸道无礼 他说我霸道无礼 哈哈哈哈 原来和龙爷讲道理 可不吗 龙爷什么事要反对不对 跟龙爷讲道理 你是疯了吗 讲理 那是弱者的行为 强者只讲拳头 我这个人 还是喜欢讲道理 不喜欢用拳头 不道理 还是你拳头不够硬 错了 我不喜欢用拳头 是因为我怕发起床来 我收不住 结果 可就不可控 行吗 你的意思是 你的拳头够硬 还讲道理 如果逼你发飙的话 我们的后果很严重是吗 你小子真是个人才 当起逼了 真有意不怕 这样装逼的话 真是令人深思呀 颇有一些先礼后兵的高人风范 这些话我们要牢记下来 下次打人的时候 拿着用一下 提升一下自己的逼格 主子 快别跟他们聊了 快干他 这个点子有点渣 我们一起做了他 下 说废话 苏斩苏绝 叶神哥哥 小心 放心 上 你们也配合舞动 一群统计瓦梗吧 我都说我发起标 连我自己都怕 你就是不听啊 我现在 我现在收的收 你也不行了 哥 风暴上的话 应该是拿就稳了吧 这是自然 风暴可是自有习武 之前上战场杀过敌人 现在更是内进武士高手 放眼整个阳城 都算是有名的高手 尤其是他的工法 更是师承列阳武馆 深得大师身传 他的刀法与形意结合 可以暗藏内进 烈石碎砖 往年的笔斗 风暴依靠着形意刀法 更是碾压铜级 就算是跃脊也可一战 这小子看着有点功夫 到了风暴手里 估计是一刀就剪下 关于舞者 我父亲提起过 在舞蹈当中 能够宁愿内进的武士 就是决定高手 而立月龙 他能在阳城纵横 身边的高手 绝对不止这一个 去死吧 这一刀下去 恐怕人都要立成两半了嘛 叶秦哥哥 快躲开啊 小子 有点东西 难怪敢跟我立飞龙叫板 但是今天 我就让你知道 在这阳城 我立飞龙才他妈瞬间 跑 风暴 他可是立飞龙手下 头号将领之一 早些年上过战场杀过人 一身功法非常了得 这些年 为立飞龙立下了汗马功劳 最恐怖的是 他恨不畏死 疯狂起来 一个人追着二三十个人看 尤其是他身上 有过痕迹和血沙之气 是真正的亡命之道 现在 下辈子长了眼 有些人 不是你随便可以去触碰的 就你 是远远的更多的 啊 不胜起白人 是吗 想不到他能以这种姿态 接触风暴的一刀 我这一刀 能不能把钢筋给砍断 竟然被你给堵上捏住了 风暴的刀 你们有多恐怖 大家都看在眼里 可竟然被人偷偷打住 难道 他是武刀大师 横念高手 这怎么可能 阿豹的身上 那是身心百战的高手 绝对一个照片就被干啥了 看来这一次遇到硬插子 不过 老子终究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吓不到我 你虽然能打倒阿豹 但是我人多 我 上 月辰哥哥 你太厉害了 他竟然打赢了 我们之前一直数落月辰 没想到 关键时刻却是他挺身而出 感觉自己就像个怂逼 在美女面前丢进眼面 看来 不仅是顾梦涵 就连赵星诗三个女的也对月辰产生好感 妈的 真是热了 什么杨诚飞龙 看你再飞一个呀 小子 你最后别 虽然我也是习武之人 但是这家伙的身手我对付不了 不过再怎么说 我也是杨诚有头有脸的扛把子 背后更是有一个极大的靠山 这种事情我见多了 还难不倒 小兄弟 没看出来啊 居然是个高手 算我游艳不是泰山 还请赎罪 但是我跟前甲交好 你得罪了我不要紧 如果得罪了杨诚前甲 就算你是五刀大师级的高手 只怕也讨不到好吧 想过丽飞龙的护台了得 但没想到 他的背后竟然是前甲 难怪他能在杨诚这样飞扬跋扈了 兄弟 反正你也没吃亏 不如 这事就这么算了 不服气是吧 叫人呢 你杨诚飞龙和钱家 不是很牛逼吗 这叫个能打的 妈的 在自己的地盘 手下打将还有几十号人 被人打爆了不说 还被人叫嚣着让自己去叫人 真是被人欺负到家了 我难受 我都不憋屈 我愤怒啊 不是好歹的小子 你给我等着 叶诚这个愣头青是疯了吗 居然连钱家的面子都不给 男儿就当容叶诚哥哥这代 顿时觉得男朋友恐怖都不香了 杨诚飞龙是什么人 那可是杨诚的大佬啊 更是钱家的重要人物之一 嚣张 啪酷 霸道 强硬 但就是这样的人 叶诚不仅抱打他的手下 还当中扇他巴掌 更是叫嚣着让对方摇人 完全不把杨诚飞龙和钱家放在眼里 真是太太太神猛了 不可思议 叶诚这个家伙 真是太让人吃惊了 妈的太厉害了 这一幕如果被外国看到 肯定会觉得这个世界疯了吧 虽然叶诚一个人能打十几个人 属实令人震惊 但在他前面的可是堂堂杨诚大佬啊 手下几千号人场子无处 叶诚再能打 能打多少个 五十个 一百个 五百个 还是一千个 这小子 不见好就说或者趁机跑路 还继续叫嚣 是再甚脑子进属 我他妈可不想陪他发发 还是先跑路 神仙打架 吃鱼遭殃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叶诚 确实是我小看你 我没想到你今天 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惊喜 也难怪你一直有恃无恐的 不过 他丽飞龙可不是什么 好对付的角色 祝你好运 跟我走 叶诚哥哥 我留在这里 也只能拖累叶诚哥哥 还是先出去 再想办法救叶诚哥哥吧 我留在这 给你慢慢往后 不管你是谁 只要想动我身边的人 必须付出代价 甚至于绝后的万 要对付叶诚这种人 光靠人数 完全不可看 还得有中量级的高手压中 而这一次 我还喊来了那一位 本来我是不想轻易动用这张底牌的 但是不得不说 小子 你真把我惹急了 我的高手 马上就到 哦 翠方 真有如此事 竟然是个女主 有点意思 杨虫竟然有如此 当时 妈的 我在刀上混了十几年 第一次吃这么大的亏 今天的事情要是传出去 绝对会被人笑话的 我一定要找回这个面子 吴师傅 吴师傅 蹦蹦蹦 嗯 这个家伙 不简单 此人应该跟我说一类人 你的人再多 你们有用 不过 看辞子年纪轻轻 息息不漏 气修为 也不会搞到哪儿去 你先退一下 我来好吗 什么 多谢吴师傅 事后 我不用后报 这吴师傅 果然不烦 和有关公温九长花雄的模样 不过 吴师傅一身的本领 也的确 非常无所谨 他可是风暴的 对于外界 吴师傅不过是 列阳武馆的馆长 但是 吴师傅在前家的地位 除了那位在闭关的老鸟子 仅次于大奉奉 更无关做的是 吴师傅是传说中的 武武者 实力通天 我曾经眼看见 吴师傅轻飘飘的一掌 并击毙了一头南美狮 击其口 这几年前家的地位 扶摇直上 最大的原因 也是又无所谨 小子 不得不承认 老子的阳城 不能这么久 这是我被打最惨 不过 你会后悔 因为今天将是你的死期 小子 不要以为会的功夫 就不可一世 老夫只要稍微出事 你的性命 就会轻易拿捏在我的手上 还稍微出事 就能将我的性命轻松拿捏 等下不怕你是欲招 接不住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居然连五刀打尸也不放在眼里 我吃的小配 你能死在老子的行物刀法之下 也算你上辈子修来的浮纹 好快的速度 好快的刀 如师傅之前 一几手刀便能砍断目中 这一刀 要是看在人身上 那不得开堂普渡啊 生死一定 这怎么可能 是吗 就你这三脚蛙弓 还敢出来丢人 还不回去多学几年 居然连强霸无比的吴师傅也败了 连叶辰的一招都没接住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可能啊 你叫的高手 也不行啊 谢谢大家